大家好,Alit,翻我的一些旧的档案资料 突然发现我以前2001年写的代码,写的程序代码 坦克大战,原代码 我当时在Delphi Windows下开发的 因为Delphi开发的 当年流行红色警报,非常热门 比较喜欢玩那个游戏 但是我想,我自己能不能开发出来呢 那么我就做了一个坦克大战 双方的坦克在一个长方形的框架里面 运行的 那么也是类似于计时战略的 它完全是模仿的计时战略 当我们想用什么数据结构呢 那么这里后来我想到了 用那个链表,循环链表 不停的在循环链表里 来了一个增长的坦克 加了循环链表 死了一个坦克呢,从循环链表删除 最后实现了这个算法 完全是红色警报的一个模拟版 那当时呢,最流行的Windows开发是用DX SDK 那么我当时呢,因为简化,没用这个 我直接用一些,几乎有没有那些按键啊 什么一些的, button啊 什么一些东西设计的 好,那么这里又,还是比较详细的 我的说明还是比较详细的 那么这回顾一下的,还很有意思 那么多少关,五乘五,二十五关 那么我就看一些说明就知道了 大关改变点发泡数率 小关改变点坦克数量 每一关,还有一点模仿你 那个坦克城市那个游戏的 红色警报的一个思路 坦克城市的,横向长度 纵向长度,最后注视三方 蓝的,黄的,和人 总类,坦克,炮弹 移动四个方向 上下左右都可以走的 可以玩的,当时还上船上去了 免费下载 很多人在玩这个东西 动态生能坦克和炮弹 好,这第一页,我们过去了啊 看第二眼,重重标 大家过一下子 大家也可以看一下这个程序 写了不少 总部九页纸 写了九页 那当时呢,也是一个大程序了啊 不大不小的吧,也算是 二维数族 当时有二维数族写的 这个都有二维数族 还是比较复杂的 人的坦克,坦克的指针 我用指针指向的 我现在还回一回呢 那这多少年了 这个程序居然翻出来了 我当时把它打印下来了 这程序是可以运行的 非常好的 好,有这个 一辆坦克是你获胜 否则失败 判断是 生亡失败 那么现在有很多一些 开发游戏的一些好的工具了 那当时呢,没什么 我就拿Delphi的感觉 非常流行 当时Window下 啊,这做出来了 还做成功了 那也是对自己的一个 编程的一个经验的一个 总结啊 或者说利用 使用 一个使用吧 好,背景也写了 当时概率 用概率盘不同图形 里面有很多数学算法 在里面也是 该去整轮下一句 我的注释要很全的 好,下一页 我指针已经发黄了 有点啊 红色的砖 对,当时有砖 有鹿 还有钢铁 蓝色 我问你那个 长官城市里面的一些场景 也是当时 程序现在 好像在影盘上 石板上可能也有 但是我这份资料是 打印出来 是很难得的 好了 这里是 换一些速度啊 等等一些的 这里还有 检验Delfi在下一个 计时器出发前 是否完成本质 全部过程 免得试验程序里的 各种执行 各种代码 好,Delfi总队 很难有 很难有八个 这里呢 我测试出来了 Delfi还是非常完善的 这调试用的 很多调试用代码 都有循环制 那说明学的 还是比较强的 全的啊 我现在看着呢 都能大概明白这些东西了 当时就花了不少精力了 弄进去 当然花了 我估计大概花了一星期吧 写出来了 当时花了一星期 也发报时间定位在中间位置 当时那时候还是在中国的时候 写的 根据不同 这种展示不同 射采的炮弹 这里是这些东西 发完炮弹后 按键清空 就所有的处理步骤 在程序里呢 前途有体现 行走后 将按键清空 这到最后 在这里 炮弹移动 下一页 好 这些代码 炮弹打到地形 不是路面 炮弹打到地形 也不是水 那这种我这里 还没有 黑色的水呢 炮弹爆炸 释放所有的 所在内存 炮弹打到红砖 消去红砖 好 打到地形 是路面 你可以判断 判断呢 这个炮弹打出来 是在哪 什么地方的 当时的话 对炮弹 炮弹的传媒 也是有一个列表的 三层层的 每个炮弹呢 可以 当碰到 自己的坦克 我帮炮弹打开 控制的坦克 这一款 你输了 可以赢了 判断输赢 就自己的坦克 有没有被敌方打到 我方的坦克呢 有没有击毁敌方坦克 消灭所有敌方坦克呢 就赢了 然后释放所有内存 还有几页 炮弹打出边界 释放所在内存 调试用 在70系尾部 设个跟踪变量 这就是当时 带把的规范嘛 所有这些 对外有注视的 有注视还看得清 这里显然是一个指针 指向 指向这个链表 链表下 next point 对 一个指针 游戏结束 弹出 好 这最后一下 应该是 按一下 按第一下 回车 开始 开始键 开始 然后呢 这里是读出键盘 读出键盘的操作 那对于不同的键盘呢 这里呢 对于不同的 不同的作用 有像 有相方向简 上下左右 那么也有 开炮弹的键 开始键 等等 好 最后呢 这是啊 这才去的一个主体了 这应该是吧 好 这每个函数 都写了 哇 这边写了大概有好几十个函数呢 好 这个最后一页 实现了打坦克的 这个坦克城市吧 当明明的游戏 好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